你好,这里是喜马拉雅天天听好书,为你一网打尽全球好书。 各位喜马拉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哲学一百问》的主持人,舒杰。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好书。 今天,我依然还是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哲学方面的书籍,《哲学的慰藉》。 这是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一部著作。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一提到哲学,你会想到什么? 哲学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吗?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哲学跟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哲学看起来是深奥至极的,也是晦涩难懂的。 只要过好当下的生活就好,干嘛要去烧脑的? 学习哲学呢? 是的,这样的想法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本能。 更愿意去追求快乐,而不愿意去想那些复杂烧脑的, 甚至会让我们感到痛苦的问题。 我们更愿意沉浸在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中, 并享受着美妙的乐趣。 吃着美食,享受着海边的度假时光, 拿着高科技的智能手机疯狂自拍, 开上喜爱的豪车游山玩水,和自己的爱人共度凉宵。 我想,每个人更愿意选择这样去生活, 谁也不愿意去做一个苦行僧, 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自然,在这种状态下, 你的思想中就不会去触碰那些沉重的, 带有终极指向的生命话题。 但,生活始终是两面的, 幸福和不幸永远是并存的状态, 顺境和逆境也永远是一对双胞胎。 人身处在这个世界上, 是无法抗拒周遭世界带给你的不确定。 当有一天, 你的正常的幸福生活秩序被打乱, 你的生活突然陷入到了一团糟食, 你该怎么办? 比如你遇到了最正常不过的生老病死, 你亲身经历了亲人和朋友的离世, 你经营的公司破产了, 经济上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你发现你无法和周遭的同事朋友友好的相处而被排挤, 你因为自身的缺陷而受到了世人的冷落, 你的情人突然背叛了你, 你可能不再相信爱, 也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了。 此时的你或许会行走在大街上, 看花灯初上, 但内心却是冰冷而落寞的。 于是, 你开始把对外在的关注转向自己的内心, 你开始关注心灵层面, 开始进行一些思索, 这一切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为什么我如此焦虑和不安? 为什么生活如此艰难? 人生这条路到底要走向何方? 是的, 或许这样的情况很多人都会遇到, 这也正是每个人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 但我想说, 当你开始这样沉思, 开始审视自己和周遭的关系时, 你已经开始走向哲学的思考了。 哲学绝不是高谈阔论, 也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 恰恰, 哲学的思考就是源于生活本身, 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找到那把 开启哲学的钥匙, 没有进入到这个大门, 自然你就无法感受到哲学的乐趣。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如何才能够去打开 这扇哲学之门呢?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哲学的慰藉, 就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这本书绝不是严肃晦涩的学术著作, 也不是去介绍哲学家深奥难懂的道理, 而是从我们人生中遇到的六个实际的困境, 与世不合, 缺少钱财, 受到挫折, 缺陷, 伤心和困难, 以哲学家的视角为切入, 给我们一记, 治愈的良方。 看看苏格拉底, 伊比丘鲁, 塞内加, 蒙田, 舒本华和尼采, 是如何通过哲学, 来应对人生的难题。 这六个困境, 每个人都难免遇到, 都无法避免, 哲学家们又是如何去应对的呢?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 但对于大众而言, 哲学到底对我们的生活起到怎样的作用, 怎样慰藉我们的心灵呢? 这本书就可以找寻到一个答案。 哲学的慰藉, 整本书语言较为朴实, 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 每个普通大众都可以翻开来读一读。 阿兰德伯顿通过文学性的语言, 把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哲学智慧的巨大魅力, 从中也开启你处理日常琐事, 一个另类的视角。 那么接下来, 我会把书中的六大人生难题, 一一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讲解, 看看面对这六大难题, 从哲学上我们该如何得到慰藉。 首先, 我们来说第一个慰藉, 与世不合的慰藉。 与世不合, 或许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遇到, 简单来说, 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和周遭大环境的价值观的背离, 你不愿意去屈从一个大家都认同的 价值取向, 你更愿意遵守内心的准则, 因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 自然就会发生不愉悦的情绪。 关于这个问题, 阿兰德伯顿选取了古希腊的哲学家 苏格拉底来阐明问题。 那么, 苏格拉底到底遇到了怎样的与世不合的困境, 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爱问问题, 喜欢通过辩论的方式去聊天, 用所谓的思想助产术来启迪对方一步一步接近真理。 虽说初衷是好的, 但苏格拉底用这样的方式, 让很多人得出了和自己最开始不一样的观点。 久而久之, 这样的方式就让很多人陷入到了难堪的境地, 于是苏格拉底有点与世不合了。 但这其实也都没什么, 严重的是, 苏格拉底对一个问题的追问, 让当时的雅典民主政府下不来台, 这个问题就是, 最好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在讨论这个话题时, 苏格拉底用一种嘲讽的口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没有什么制度, 比一个为盲众所操纵, 为冲动所指挥的民主更加滑稽的了。 没有什么, 比一群争论不休的人组成政府更可笑的了。 没有什么, 比匆忙选举, 革职或处死将领更荒唐的了。 由此看来, 苏格拉底的不满惹怒了雅典民主政府。 在公元前399年, 苏格拉底被雅典极端民主判处死刑。 或许苏格拉底没有想到自己的气质竟然招来了杀身之祸, 但更让我们敬佩的是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态度。 他不接受赎罪, 也不潜逃, 而是以一个非常从容的态度赴死。 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说, 只要我一息尚存, 官能健全, 我绝不会停止哲学实践, 不会停止对你们的劝导, 我不会停止向我遇到的每一个阐明真理。 所以, 诸位, 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 你们知道, 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 虽白死不悔。 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真理和正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苏格拉底淡定自若, 他在监狱中服下毒酒死去, 他用超然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坚守。 就像德伯顿所说, 苏格拉底宁愿失欢于众, 获罪于邦, 而绝不斩妖。 他绝不因为别人指责而收回自己的思想, 他的自信不仅是出于一种冲动或匹夫之勇, 而是来自于深层次的, 根植与哲学的源泉。 没错, 苏格拉底能如此从容, 是因为对真理的渴求太过强烈, 通过理性思辨获得的自信, 让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将世俗偏见置之度外。 他敢于直面这个惨淡的世界, 这正是哲学赋予的强大力量。 我们可以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 当有人和我们的观点不一致时, 当世俗的偏见在影响到我们的判断时, 你是否为了意识之快或利益驱动而一味逢迎? 你是否会因为胆小怯懦而不敢表达真实的心声? 你是否会在刻意讨好大众的过程中而迷失自我? 这也是苏格拉底带给我们的启迪, 也是哲学留给我们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位解, 对缺少钱财的位解。 这篇章德伯顿引用的哲学家是伊比纠鲁。 缺少钱财用我们的大白话表达就是一个字, 穷。 在你的生活中, 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呢? 就是感觉自己总是不富有, 钱总是不够花, 即使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但隐约中总感觉钱还是挣不够挣不完的, 对金钱物质的追逐总是没有穷尽。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哲学原理。 我们通过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 最终要获得什么呢? 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 吃更好的食物, 住更大的房子。 那这一切的欲望背后, 是什么在驱使着自己呢? 那就是追求快乐, 这是人的一个本性, 屈乐必苦嘛。 但问题就来了, 对快乐追求的这个欲望, 是永远无法穷尽的。 难道我们就要被表面的, 对物质的追求裹挟着前行吗? 有时候就算物质上满足了, 好像依然也没有获得快乐。 所以我们会发现, 对缺少钱财的困惑, 对穷本身的困惑, 其实是可以转换为 对快乐本身的困惑, 究竟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 在这个问题上, 伊比纠鲁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伊比纠鲁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莫过于他提出的快乐主义。 很多人把伊比纠鲁的学说 误解为了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 但其实并非如此。 伊比纠鲁主张的是一种 节俭和朴素的生活, 他主张的快乐是一种有节制的快乐, 一种清心寡欲的道德快乐, 而绝非娇奢淫逸的生活带来的 纵欲之后的肉体享乐。 伊比纠鲁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去探索生活之道, 以消除我们受到的外界的干扰, 从而获得一种幸福之感。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快乐, 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对, 我们制定错误地寻找快乐的方法, 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自然你离快乐也就越来越远了。 为什么很多人挣了很多钱, 拥有了很多财富, 享受到了肉体的欢愉, 但依然无法获得一种真正的快乐? 为什么我们在购物节疯狂地买买买, 却依然没有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幸福?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当然要回归到哲学的层面。 伊比纠鲁认为,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 解读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 从而使我们免于制定错误地谋求快乐的方案。 也就是说, 只有哲学的思考, 对自我心灵的审视, 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 我们才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寻找到真正的快乐。 那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呢? 在伊比纠鲁看来, 那就是去除不必要的金钱和物质的奢求, 去排除过多的欲望渴求, 然后专注在朴素的乐趣中, 比如对友谊、自由、思想的追求, 从生活的点滴中去感悟快乐。 同孩子玩耍, 与朋友聊天, 晒太阳, 住在一个窗明几近的房间, 吃着涂奶酪的新鲜面包等等。 我们之所以对财富有如此大的追求, 就是因为欲望的膨胀和只注重物质本身, 没有去注意到物质背后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比如, 一个人特别想买车, 但买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或许是追求自由。 一个人买了一瓶开胃酒, 但这个人可能想寻求的是朋友。 伊比丘鲁探索到了, 人追求物质享乐的本质,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精神的快乐层面。 既然最终回归的是精神, 那么我们在一开始为何不采取正确的方法去寻找到精神的乐趣, 从日常的点滴中就能感受到何苦要绕一个大圈子, 通过寻找物质的满足来获得精神的快感呢? 有时候这样的方式还适与愿违。 所以伊比丘鲁开出了一个获得快乐的需求清单。 第一,友谊。 第二,自由。 第三,思想。 我们会发现这张快乐清单非常朴素, 都是我们日常中很简单, 但是又很难得的。 或许快乐本身就是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或许快乐也是来之不易的, 但障碍绝不在金钱方面。 我想伊比丘鲁的哲学智慧很适合我们现代人, 摒弃世俗的奢华, 不依减食, 良朋为伴, 这种方式大概就是对缺少钱财之人最大的慰藉吧。 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篇章, 对受挫折的慰藉。 对这章节, 德伯顿向我们阐述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塞内加的智慧。 挫折这个词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 人生路漫漫谁没有磕过碰过受到点挫折呢? 当面对挫折时, 你又持有着怎样的态度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塞内加是如何面对人生的挫折的。 塞内加是古希腊时期斯多格学派的哲学家。 他有一本著作叫《论生命之短暂》。 或许塞内加的一生都是在对生命的话题进行自己的探索。 如何克服内心的焦虑, 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挫折和恐惧, 如何用哲学的智慧来降低挫折对我们的伤害。 因为是斯多格学派, 斯多格学派提倡的是一种禁欲主义, 是在冷静的达观中对世界进行着深沉的思考。 就像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马可奥勒柳, 在《沉思路》中所表达的一样, 理性沉思, 理性地对待生活。 塞内加也是。 塞内加一生显赫, 他担任了当时罗马皇帝尼禄五年的导师, 十年的忠实的副官。 但尼禄这个皇帝是一个绝对的昏君, 残暴成性, 不仅谋杀自己的母亲, 还要谋杀自己的导师。 于是, 公元六十五年, 在罗马郊外的一所别墅中, 塞内加接到了皇帝尼禄传来的旨意, 要塞内加立即自裁。 亲友们听到这个结果都惊慌失措, 悲痛地大哭起来, 但早就料到会有此结果的塞内加却不动声色, 异常淡定。 他从容地面对厄运, 他拿起刀子割自己的手腕, 并劝亲友们要停止哭泣。 他鼓起勇气说, 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 多少年来, 他们互相激励的那种处变不惊的精神, 哪里去了? 就这样, 塞内加从容地走向了死亡。 虽然厄运来得如此突然, 如此激烈, 但塞内加保持住了尊严, 他没有在晴天霹雳面前被击垮, 也不像常人那般面对死亡时, 吓得两腿发软。 面对这么巨大的灾难, 塞内加表现出了一种异常的镇定自若, 好像一切都很自然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内心是要有多么强大才能做得到啊。 我想这份内心的力量一定是来自常年的哲学积累, 塞内加一生经历过, 见证过很多劫难, 他自己也遭受过很多挫折。 在这些挫折和磨难面前, 塞内加通过一种自省, 总结出了诸多人生的处世之道。 在书中, 德伯顿还介绍了塞内加的挫折词典, 比如愤怒的情绪, 人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绪体验。 当我们找不到钥匙, 开车时道路拥堵, 饭店排队, 于是我们便大喊大叫, 摔门, 甚至破口大骂。 塞内加告诉我们, 促使我们发怒的原因, 是我们对世界和他人持有过分乐观的观念。 管理自己的期望值, 或许就不至于时刻产生愤怒, 再比如震惊的情绪, 不公正感, 受嘲弄感等等。 塞内加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 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原作《哲学的慰藉》中阅读即可。 我想只有一个人真正对这个世界有过敏锐的洞察和深入的思考后, 才能提升自己的抗挫折能力。 塞内加有过对大自然现象的观察, 并从中获得了心灵极大的宽慰。 他说, 龙东带来严寒, 我们必须站立。 夏天带着入暑回来, 我们必须出汗。 气候反常损害健康, 我们必须生病。 在某些地方, 我们可能遭遇野兽, 或者比野兽危害更大的人。 我们无法改变事物的秩序, 我们根据这一自然规律, 调整自己的灵魂, 使他们顺应它, 服从它。 凡事你不能改变的, 最好忍受来。 或许, 正是强有力的自然现象提醒着我们, 认识到一切我们无力改变的, 必须接受的事实, 包括生命和死亡。 在赛内加看来, 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 因此, 在这个巨大的命运的挫折面前, 赛内加能如此淡定和从容。 想象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琐事, 那些烦恼着你的鸡毛蒜皮, 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 因为谁都不曾面对过死亡。 那么生活中的那些小挫折,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或许, 换一种思考方式, 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接下来就到了第四篇章, 对缺陷的慰藉。 这篇章涉及到的哲学家是蒙田。 蒙田在很多学院派看来, 不算是真正意义的哲学家, 但德伯顿没有按照传统的界定。 蒙田有一本著作叫《蒙田随笔记》, 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 值得一读。 既然说到缺陷, 我们可以先想想对于缺陷的困惑。 缺陷可以理解为自己的不足, 比如总是感觉自己不够聪明, 自己的长相也不是很满意, 被人指责自己某些方面的能力不是很强, 等等。 当遇到这些境况, 你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在蒙田看来, 他列举了一些缺陷, 比如性的缺陷, 文化的缺陷, 还有智力的缺陷。 蒙田首先要分析的是, 造成这些缺陷感的原因是什么。 在性的缺陷层面, 当你认为自己有缺陷时, 其实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肉体过不去, 肉体会发出气味, 感觉疼痛, 还有放屁, 打嗝, 放弃明智的计划和人上闯, 出着汗, 发出急吼吼的身影, 这些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情绪, 以至于说, 在性事中的不和谐, 总会让我们心情不舒畅。 那现在就要来讨论,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的肉体有缺陷的时候, 你会不愉快呢? 蒙田认为, 部分是归咎于在体面的社会中缺乏坦诚的探讨。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社会总是给我们营造的是一个体面的, 优雅的氛围。 比如, 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 从来都不会把优雅的女性和她对做爱的强烈的兴趣相联系。 提到了精英人士, 也从来不去提他们的扩约机或生殖器。 但问题是, 做爱, 扩约机或生殖器, 这些都是人性最基本的现象罢了。 而社会营造的一个大环境, 把这些人性最平常的事情隐藏起来了, 遮遮掩掩的。 所以, 一旦这方面出现问题后, 人们就会面红耳赤, 不知所措, 陷入到不安宁的状态。 怎么办呢? 蒙田认为, 一个人要对人性有足够深刻的理解, 一切隐私的现象都可以还原成最为普遍的人性现象。 那么, 姓氏、 屁股、 拉屎、 打嗝等等这些看起来不太优雅的被称之为的缺陷, 就不再是缺陷了, 而仅仅是一种人性普遍的现象罢了。 除了社会中缺乏坦诚的探讨外, 还有一个原因造成缺陷感, 那就是, 人们急忙傲慢地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 正常的和反常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的思维意识中总是把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分为两部分, 自己认可的和自己不认可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很多看上去是缺陷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缺陷, 只是人赋予给它罢了。 比如, 你觉得自己笨手笨脚很不好, 那是因为你已经预设了一个价值观, 聪明是好的, 愚笨是不好的, 你把愚笨当作是一个缺陷, 这是你的思想赋予的。 愚笨的人也有自己的幸运, 这或许不是真正的缺陷。 所以, 用一个客观的态度去思考, 你就能认清楚所谓的缺陷。 最后, 蒙田还告诉我们, 友谊可以成为我们对待缺陷的慰藉, 我们可以向朋友去倾诉一些不足与外人道的看法。 通常, 这些看法会被指责为太苛刻, 张扬信誉, 让人绝望, 狡猾, 软弱。 友谊呢, 就是一种小小的阴谋, 用来对付一般人所谓的合理的事情。 好, 这就是第四章, 蒙田在对待缺陷的慰藉中告诉我们的。 在德伯顿看来, 其实还有一点, 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缺陷, 那就是, 善良而平凡的生活, 努力寻求智慧, 从而远离缺陷, 由此成就足矣。 接下来就到了本书的第五章节, 对待伤心的慰藉, 这一章的哲学家是舒本华。 就悲情而言, 舒本华是哲学家中感情最为细腻的。 十九世纪, 当黑格尔将传统理性主义推向巅峰, 舒本华则另辟蹊径, 开创了自己的非理性主义。 他把哲学研究的主题指向了生命本身, 生命的体验是什么, 痛苦是什么, 欲望是什么, 如何才能摆脱人生的痛苦, 获得永恒的宁静。 当哲学开始探讨人的话题时, 西方哲学的发展也走向了现代。 舒本华有一句名言, 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 生命是一团欲望, 欲望不能满足便会痛苦, 满足了就会无聊, 人生就像是钟摆, 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我想这句话道出了舒本华对待人生的态度, 用一个词来概括, 那就是痛苦。 舒本华也用其一生来思考人间苦难。 1818年, 他写完《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表达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 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都仅仅是表象而已, 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才是本质, 那就是意志。 这个意志是一股生命的冲动和欲望, 欲望的产生就意味着人要想办法去满足。 当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 痛苦就袭来, 人总是被痛苦包围着。 比如, 你喜欢一个异性, 但怎么也追不到, 得不到时, 你就会痛苦, 因为欲望无法满足, 但就算得到了, 又能怎么样呢? 舒本华说, 一对情侣在做爱之后, 往往倍感无聊和惆怅。 是的, 欲望满足后, 你又会陷入到无聊中, 好似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挺没意思的, 黯淡无光的, 富有悲痛色彩的。 联想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的体验, 感觉到很无力, 不想做任何事情, 有些沮丧, 有些心痛, 或许是因为失恋, 工作的业绩没有达标, 考试失败, 都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情绪。 那么, 舒本华的哲学, 可以给我们怎样的慰藉呢? 舒本华认为, 我们所有痛苦的甘愿, 就在于我们对生命意志的认同, 因为生命意志, 就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欲望之流, 当你认同这股欲望之流, 你就会成为欲望的奴隶, 要努力满足欲望, 于是痛苦就接踵而至, 只有断绝这股欲望之流, 断绝对生命意志的肯定, 才能够摆脱痛苦。 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艺术的手段, 艺术的世界, 能让我们短暂地忘却痛苦, 进入到美妙的音乐、绘画、戏剧、 电影世界中。 但这样的方法是临时性的, 因为你总是要从艺术的世界回到现实, 当你面对现实时, 生命意志的欲望之流又席卷而来, 怎么办呢?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彻底地否定生命意志, 断绝这股生疼的欲望之流, 禁止欲望, 甘愿受苦, 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 用一种极度克制的状态去面对生活。 如此一来, 才能够真正彻底摆脱痛苦之境。 这就是舒本华对待痛苦的方式, 或许有些过于悲观, 但当夜深人静之时, 当你处在一种伤心难过, 甚至绝望之时, 舒本华哲学或许会给你一些心灵的慰藉, 你仿佛找到了一个同类, 只有意志寂灭之后, 才能真正获得一份宁静之感。 这里, 我们不去评判舒本华哲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只需要从中汲取一些养分, 哪怕这养分仅仅是一次心灵的共鸣。 这就是舒本华对待伤心和痛苦的方法, 在意志寂灭后走向人生的涅槃。 最后, 我们来说第六章, 困难中的慰藉。 这一章节, 德伯顿要阐述的哲学家是尼采。 人生中难免都会遇到困难, 在逆境面前, 你是退缩不前, 还是迎难而上? 在这个问题上, 舒本华和尼采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舒本华会认为, 认命吧, 忍受吧, 有些消极和悲观的感觉。 但尼采呢, 就绝不能容忍。 尼采或许会跳起来说, 不要怕, 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 只要我们敢于去挑战, 只要我们勇于抗争, 就会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 充满力量的人生。 是的, 尼采是一个疯狂之人, 他从九神精神中汲取力量, 他塑造了一个超人的形象, 他批判苏格拉底, 他批判传统理性, 他发出上帝已死的呐喊, 他和一切戕害生命的行为做斗争, 他敢于和传统权威抗衡, 不是为了哗众取宠, 而是他血液中流淌着, 生命的激情。 尼采认为, 当我们对内心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表示淡然时, 我们就变成了基督徒, 当我们貌似轻松说, 我们不需要爱, 或是世俗的地位, 金钱, 成功, 创造乃至健康时, 我们却恨得嘴角都歪了。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去对待挫折呢? 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 保持信念, 即便我们现在没有, 也许永远得不到。 是的, 尼采哲学总是给予我们莫大的力量, 对于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 我们内心中永远都不要放弃, 对于我们的生活中的困难, 我们也永远不要退缩。 尼采的一生是孤独的, 但他却在孤独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尼采用他的一生阐释了自己的生命哲学, 用生命的全部热情去热爱生命。 无论何时, 都要积极勇敢地去面对生命本身, 哪怕生活的道路荆棘坎坷, 哪怕前方会有沼泽泥泞。 我想, 这大概就是尼采哲学带给我们的, 不是心灵鸡汤, 而是对生命体验有过本质思考后的, 大智慧。 尼采有一句名言非常有震撼力, 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尼采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天疯狂起舞, 只是为了不辜负这仅有一次的生命。 好了, 以上就是在哲学的未解这本书中为大家讲到的六位哲学家, 苏格拉底, 伊比丘鲁, 塞内加, 蒙田, 舒本华, 和尼采。 可以说, 对与世不合, 缺少钱财, 受到挫折, 缺陷, 伤心和困难, 这六种人生近况的应对, 每位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个性, 也都有自己鲜明的观点。 但一个总的指向是不变的, 那就是, 哲学的终极关怀一定是指向我们的生活本身。 哲学绝不是空泛的理论, 尖色高深, 巨人与千里之外, 哲学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能给我们心灵慰藉的大智慧。 学习哲学会打开你思考世界的全新视角, 也能提升你对生活本质的理解程度。 当你有了哲学的思维, 你再去反观其他的任何领域, 文学, 艺术, 经济, 政治, 你或许就会豁然开朗, 希望今天推荐的这本大众读物《哲学的慰藉》 能帮助你开启这扇哲学大门。 当然, 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 远远不仅指书中的这六位。 在节目的最后, 我将跟大家分享十位西方哲学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的名言, 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哲人们的风采。 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柏格拉底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的。 亚历史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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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爱武师, 武更爱真理。 伊比举鲁鲁鲁鲁鲁鲑定。 笛卡尔 我思 故 我在 康德 有两种东西。 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 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荆旗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 不断增长。 这就是我头上的心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黑格尔 存在即合理 维特根斯坦 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 凡是不能说的事情 我们必须对其保持沉默 海德格尔 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 萨特 他人 即地狱 这就是十位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 让我们深深向他们致敬 向哲学致敬 向生命致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想系统入门西方哲学 可以来我的节目哲学一百问 开启这趟美妙的哲学之旅 我是书杰 感谢收听 再见 好了 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儿 精华笔记就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我会购 Jul家